立法院国民党团归了凝聚团结 这个月24、25、26号将前往花莲来举办第11届立法委员的共事营 那么也因为党团总照是花莲区域的立委傅昆奇 因此这一次的共事营就首度到东部来举办 立法院长韩国瑜也会出席参加 而共事营的内容包含优先法案讨论、立法院的工房等等 还有考察行程 而以往共事营也会邀请委员的眷属前来参加 因此报名表上也付诸了眷属行程 看起来相当的丰富 开开心心选上立委年后即将上宫 国民党团举办共事营 顾名思义凝聚共事 特别的是首度在花莲举办 让大家一起好好地深入讨论 交换意见 更能够为民众服务 让民众希望的这些法案都能够一一通过的一个政党 选择花莲原因没名说 不过党团总招傅昆奇就是花莲立委 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蒋启成都会出席 而由于地点比较远时间也拉长 这会共事营共三天两夜 立委们除了听课 包含智库讲解优先法案 以及政策会指导议事攻防 不过地点谁在花莲 当然少不了考察行程 可能最后有一天比较放松的时间 会留给他们有一些行程活动 那也可以到花东这边走走看看 对但是主要的部分还是锁定在开会 所以我势必会参加 但是因为有地方的行程 所以我想很多的委员应该会参加 但是全程来说的话 对于一些地方区域的委员来说 会有一些的困难 最后一天行程表上直接考察 不过后面还附出一篮 和以往一样可以带眷属参加 有安排像是东大门夜市 太鲁阁七星潭赏金等十项行程 不过这回新克力伟多 在轻松氛围里除了展现团结 要赶紧步上轨道 这份人是为推草落岛 这份人是为推草落岛 这份人是为推草落岛